資料評論 這樣可以吧 因為沒有投影 所以我只能簡略的大概介紹一下 這辣椒跟甜椒的 可以說分別只是差一個基因 所以我主要是講辣椒 甜椒是裡面的所謂變種 人工培養出來的 所以我主要是要講辣椒 辣椒是原产于南美洲 全世界的原产地就有南美洲 没有别的地方 不过有一个品种 叫做黄色辣椒 那个黄辣椒 它学名叫Chinese 那是错误的 因为编那个名字的是 把它认为说它是从中国来 因为是从中国寄给它的标本 就它以为是中国的 所以这点我要特别提一下 没有从中国的辣椒 全部是南美 为什么有辣椒呢 因为那时候哥伦布想要经过海陆 去寻找一些很贵很贵的香料 所谓很贵的香料是那个时候 十五十四十五世纪的时候 胡椒也好 肉桂也好 都非常的贵 百香不是百香果 多香果 都是那时候有的 不过都是很贵 因为来路不容易 都是从那个南洋的 所谓那个香料群岛那里运过去 然后这个阿拉伯人 跟意大利人就垄断这种贸易 所以卖的很贵很贵 所以说胡椒跟肉桂跟黄金差不多一样贵 你相信吗 那个时候 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 所以这些探险家 我们所谓探险家 他不是出来探险要翻这个所谓新大陆 不是不是 哥伦布不是为了翻线新大陆才跑出来的 他是为了发发现一个海路 可以达到香料群岛那个路线 结果他错有错早跑到美洲来了 然后跑到美洲以后 因为我知道所谓胡椒是black paper 黑色的paper 那这个辣椒一定是红色的 他就把他命名叫做红paper 赤上跟胡椒完全没有关系 我想你们知道 胡椒是藤本的植物 然后辣椒是草本的那种植物 所以两个不一样 不过味道对他们来讲说差不多 而且胡椒很贵 就用辣椒来代替吧 他就把辣椒带回欧洲 从那时候开始种植 因为他很容易种植嘛 大家都知道辣椒很容易 哪个地方只要不要太冷 不过太冷就拿到四孽也可以 所以就很快很快 才一百年之内 辣椒就传门整个世界 那很多人都喜欢吃辣椒 辣椒有一个原因 因为辣椒吃了以后 你会觉得很辣 是不是 嘴巴会觉得辣 好像说哇 好像被什么烫到咬到了 因为辣椒的那个 拉丁文的原理就是被咬到的意思 所以这么一咬会痛 痛的话人的三叉神经把痛苦的信号传到大脑 大脑就分泌那种安多芬 就让你觉得 哦 不会那么辣 不会那么痛 所以你辣就越吃越不辣 是这个原因 那这个安多芬就一种麻药啊 就是我们所讲的麻药啊 你吃多啦 就好像有上瘾那种感觉 吃了这一次 下次又要想吃 吃了越想越吃多 所以大家都好像有点上瘾 又很便宜 大家都可以种 不像说胡椒那个时候 要像黄金那么贵 所以很快很快 一百年之内就传遍整个世界 这是辣椒最初的来源 那说格林布发现新大陆 他自己说真的 他到死为止 他总共来美洲三次到四次 他一直还不晓得 或者不认为他找到新大陆 他自己不知道 是我们在说 格林布发现新大陆 不是他自己讲的 因为他认为不是 他是以为是跑到南梁的印第安 那个印尼 我们叫做印度群岛 所以为什么到我们 American的印第安 叫做印第安 也是他取的名字 就是格林布把这些原住民 就是我们所讲的印第安人 命名Indian 意思就是说 Indians这个岛里面的 people 他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又confused 说印度人还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你都要特别讲一下 American Indians才是美洲的原住民 那Indians是印度的人民 印度人 那说到印度人 我们常常讲印度阿三 有没有 为什么叫印度阿三 为什么不叫阿四阿五 原因是印度他们那个东北角 叫做阿三省 阿省 那里出茶叶啦 有一种辣椒 等一下我会提一下 那种魔鬼椒 鬼椒 那地方叫做阿三省 那那些阿三省的印度人 常常因为军商或者说做生意 跑出到外面来 然后到外面来以后 因为讲起来说 我从阿三来的印度人 他也是阿三的印度人 好像说我们 有些就是说你移民到外国去 好像一群一群的就跑出去了 所以这么多阿三省来的印度人 就大家都叫他们印度阿三 就这样来的 为什么美国印第安人 叫做印第安 这个好像有点关系啦 就是因为是这个缘故 那我刚刚提到说 那个很大的辣椒 那个印度的魔鬼椒 我现在先谈一下 魔鬼椒是有两种辣椒 自然混种跑出来的 很辣很辣 它的辣度叫用那个 那个辣度我一直想不出来 一直想不出来 Anyway 它是差不多有100万度 那个 Scovia Heart Unit 是哥菲罗单位 SHU 它叫一个minium 普通那个什么 Horopinion 才有几千而已 你想想看 那Tabasco的那个辣椒也是 就是几千个辣度而已 那这个魔鬼椒有上一个百万 一百万 它是印度那个阿山神种的很多 所以我特别也提到这个是这个缘故 所以他们叫做印度魔鬼椒 那个字是阿山语 魔鬼椒是阿山语 但我们中文有一次把它放成就是说断痕椒 断痕椒的原因就是说你吃了会断痕的意思 会死掉了 原因是 它非常的辣 我就举一两个例子 实际的例子 有一次我种了 我种了那个魔鬼椒 所以有一次我就拿给一个朋友 辣椒拿给他 他是带回去了 我就跟他说这个很大 他说我知道我知道 带回去以后就跟他太太说 这个辣椒很大哦 我们要把它种子留下来 明年可以种 这么讲一句话就跑出去了 他就抛回去这一句话 这个太太她很好奇 说奇怪 你说很辣 到底多辣 他有点好像不太想信 或者不知道 可以这么讲 他就把它切开 然后用手指头把种子拿出来 因为他说他想要做留下来种 然后他想说 嗯 这很辣吗 所以他用舌头舔一下 哇 刚舔几秒钟之以后 哇 怎么这么辣 就赶快去喝水 那水一喝 更糟糕 因为辣椒油是油性的 你喝了水 只是把它那个 本来在舌尖 结果整个嘴巴都有了 哇 整个嘴巴像火烧一样 结果那他就开始很痛啊 会流泪啊 还一流泪以后 当然人自然就用手去把眼睛这么插一下 噢噢 你刚刚 他刚刚用手指头去挑种子 这一下更糟糕了 哇 他说 眼泪像绝蹄的 水库一样 流不停啊 哇 痛得真 坐在地上 没有办法 不知道怎么办 他说 他要等了一个钟头 才好起来 所以他 先生回家有没有 被跪算盘 我不晓得 他没有讲 不过真的 这是真的故事 另一个朋友 是我们邻居 老邻居 他先生很喜欢吃辣椒 他说很辣的辣椒都吃过 所以就给他一粒魔鬼椒 他回去 他想说 嗯 这个到底有多辣 他当然也不相信 真的就切了一小块吃下去了 他说 哇 他以为他会死掉了 他说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断痕胶 这个字眼很对很对 是他跟我讲的 所以就是说 我先提一下这个很辣的辣椒 这个是2007年那一年 真正在墨西哥大学培养出来的 然后我种的那个 应该是从那里过来的 我当然我不敢100% sure 就是说那地方过来的 就是说当然辣度有一个million unit 所以这种辣椒平常我们不吃的啦 都是来做那个 我吃过就是了 不过我用一点点炒一盘菜 OK 就是做那个什么 那个防那个宅徒 那个碰雾那种东西啦 或者说在作战上 在做 可以是一种武器啦 可以这么讲 所以平常我们不用那种 还有美国人也有那种经验 他用做那个辣椒酱来吃 也是 他说哇 觉得他可能会死掉 过了一个半钟头才觉得恢复过来 好 我讲这么 其实先讲到那里去啦 不过我现在讲一下说 辣椒 假如说刚刚讲 吃得太辣怎么办 你们知道吃得太辣怎么办吗 对对对 那是一个方法 吃冰淇淋也可以 或者说吃yugurt 这两三种 因为他会把辣椒油 辣椒素溶解掉 或者说分解掉 所以就不会很辣 所以这个原因就是说 结果我说那个 同学朋友的太太喝水 很糟糕 就是这个原因 你不晓得吗 所以说 牛奶是最方便的方法 yes 喝可乐就很糟糕 我曾经喝过 那是不是很糟糕 对 因为他是水裂的 他会把那个辣度 扩散整个嘴巴去了 本来也许嘴沉 或者舌头而已 所以这个不好 就是这个缘故 那说的 有些人说吃了辣椒 会胃溃疡 你们相信吗 有些人说他不敢吃辣 原因是说 会吃了会 呀 胃溃溃疡 事实上不会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原因是因为那个 胃溃疡的原因 可以说有两种 一种是有幽门感菌 那么味道大肠 小肠 那个幽门的地方 有一种感菌 那种感菌 影响 会变成你的胃溃疡 那是最主要原因 可能百分之八十的原因 都是这样来的 那另外二十percent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吃那个止痛药 有些人身体不舒服 就吃止痛药 这个也会产生胃溃疡 抽烟也会 是这样来的 所以吃辣椒 不会产生胃溃疡 而且他营养很好 维他命C是橘子的两倍 或者三倍 看哪一种辣椒 所以营养很好 然后他红色的辣椒的 维他命A 对眼睛很好 所以鸟类 鸡啦 鸭 不是 鸭也可以啦 主要是鸟类 他喜欢吃辣椒 都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鸟类不会觉得辣 他吃辣椒不辣的 不像我们吃到会辣 还有他很有营养 有些那个红萝卜树 红红那个红萝卜树 吃了以后他的羽毛会更漂亮 而且就很漂亮 所以他喜欢吃 那为什么鸟不怕辣呢 我们人吃了辣的不得了 为什么 这是辣椒进化上的一种 所以说它的特色 因为辣椒他不喜欢人家随便把他的果实 就是辣椒粒吃掉然后乱丢 他当然是希望说能帮他传种 为什么果实 所有的果实都吃得很甜很好吃 就是说希望你吃到果实 会把他的种子 带到另一个地方 传播 这是他一个原因 辣椒当然也一样 但是希望他的种子能够被传播 被动物吃掉可以传播 但问题是鸟略最好 因为他吃了以后会飞得很远 然后排出来以后 他就会长一个新的出来 但是捕子动物像我们啊 没有这么好 你吃了就丢掉了 或者只在附近 传播很近 所以他就让你觉得很辣 那很辣你就吃得不多 所以他就不会让你吃掉 所有的种水果 就是说辣椒粒 所以这是他进化的原因 造成这种现象 当然了 这个辣椒树也会防止霉菌的生长 意思就是说他的种子 假如有霉菌 他就可能不能发芽了 是不是 那假如有辣 很辣的辣味 这个霉菌就不太容易生长 就增加 这是种子传播的机会 这是这两个原因 所以为什么辣椒会辣 就是这样来的 那刚刚说 有些人刚刚说会溃疡这种想法 另一个就是说 自苍 因为你说吃了辣椒会长自苍 这个同样也是不对的说法 为什么 因为辣椒树 经过你的胃以后 经过小肠 再到大肠 才会跑出来 跑出来之后 这个过程 几乎在小肠的那一段 辣椒树全部被消化掉了 只要你吃得下去 你吃得下去的话 那一段就会把你全部消化掉 所以不会 说因为吃辣椒长自苍 这个也是不对的想法或者说法 因为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呢 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减一些来讲 说混种 辣椒它自己的那个传粉 它可以自发传粉 自己传粉 自己长果实 就是有种子 别种辣椒也可以传粉 也塌 所以就变成一种混种 所以有人说 嘿 奇怪 我家里的那个什么 丝瓜是苦的 是因为跟苦瓜种在一起 然后那个苦瓜 把苦味传不传给丝瓜 所以丝瓜是苦的 想说对不对 请问你们知道这个 对不对 是不对嘛 原因是这两者 根本不同样的东西 它不可能促相传粉 但是是有苦的丝瓜 苦的那个什么 然后cucumber 那个不是因为传粉的缘故 是因为那个environmental stress 就是环境的压力来的 太热 水 水太少 或者说水分有时要多 有时要少 或者营养不够 pH值不对 反正就是环境的影响来的 所以有些瓜子是苦的 是这个缘故 不是因为种在苦瓜的旁边 传过来的 那辣椒也一样 它可以传来传去 所以你今年种的甜的 有辣的辣椒跟甜的辣椒 不会说把甜的跟辣的种在一起 然后你长出来的辣椒会变甜 或者变辣 不是第一代 你刚生出来那一个 不会 你跟原来一样 辣的就是辣的 甜的就是甜的 反过来 假如已经传粉了 比如说一个辣椒跟一个甜椒 种在一起 它可以互相传粉 风吹也好 用蜜蜂给你传粉也好 或者说你甚至用手 你人工传粉 都可以 这样传粉你过来以后 那个生出来的 不要说它叫它是甜椒 第一代吃起来没有分别 我刚刚讲辣的就是辣的 甜就是甜的 它只把那个种子拿来再种 长出来的 那你就很难说了 对 有可能变辣 有可能变甜 我就讲一个我再提自己的例子 那我家有那个魔鬼椒嘛 我也种了甜椒 那个叫做吉普赛混种那种甜椒 结果两个种在 用盆子种在旁边就旁边 因为我那边太冷 东西一定要带到房子里面去 所以我就用盆子种 花园菜园也有 但我盆子也种了不少 结果有一只 长出来 就是说明年那个 辣椒掉在盆子里面 自己长出来的 我也没有去pay attention 就让它长了嘛 结果长了以后生长的那个 所谓甜椒或者辣椒 本来是甜椒嘛 看起来不是很像原来的甜椒 但又不像辣椒 因为那个魔鬼椒的很特别 你们看过吗 魔鬼椒看过没有 它是颜色很鲜艳丽 很红很艳丽 但是它的外表是 我没有照片这里没有 不过是不一样 它看起来就是 那种样子很特别的样子 那种甜椒 所谓的那个 吉普赛甜椒 它有一个特性 所以像看起来很像 但又不是像 又不是很像 所以有一天我就扎了一粒 因为我自己也不晓得 扎了一粒 就放在厨房 然后我太太就把它剥开 它一看是甜椒嘛 剥才就来吃了 因为吉普赛甜椒很好吃 我说你们大部分人都吃过才对 是很好吃 所以它用手剥开以后 就要吃下去了 结果发现一闻就觉得不对了 下来一跳就赶快丢掉了 它大概心里有事 大概有什么问题 结果手应该是剥了它嘛 剥了这个辣椒嘛 所以它就touch它的手啦 嘴唇 结果一touch的地方就辣得不得了 它怪我啦 真的怪还没有贵送盘就是啦 说嘿 你怎么在那种辣椒风的这里 我以为是甜椒就要吃啦 就还好没有吃 只是说手摸到 然后去touch到别的地方 原因就是说那一只就是说 我说的那个吉普赛甜椒 跟魔鬼椒的混种 自然的混种 因为我也不晓得 因为自己掉下来就是长出来的嘛 样子很像 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要留种 你说要把辣椒留种 要注意你附近不能有其他的品种 除非你把它保护起来 所谓保护起来就是说 你要留种那一颗辣椒 或者那几粒辣椒 仔细的包起来 不要让其他的辣椒品种跟它混种 那它很容易自发 或者它发混种 很容易很容易 所以就说家里面要留种 要注意这一点 或者说像我的例子一样 有辣椒跟人家种在旁边的话 下一代 我们讲的是下一代 不是刚刚生出了这一代 比如说有些人说隔代遗传 辣椒也有这种隔代遗传 就是第一代 比如说我家那个是第一代 就已经辣得不得了 但有时候你可能会没有尝到它的辣尾 因为它是隔代遗传 辣椒也有这种现象 你再下一次长出来才会 所以这个也是另一点要注意一下 要留种 或者说你不留种 但有这种可能性的话 要注意一下 我说吉普赛田椒 因为我们的本大有提一下说 在加州这里有哪些辣椒可以种 这里什么都可以种 不过我是觉得说你要喜欢种田椒的话 这个吉普赛田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原因是它生长得很快 你定植以后五十天就可以采收了 普通辣椒或者青椒要到八九十天 你看多了多久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 假如你有一直要种田椒的话 这是很好的选择 而且它味道很甜 真的是很甜 大概比普通我们说的 在西国马克力买到的 黄色的 红色的 所谓Bale Paper 比较想更甜 所以你不必用沙拉脆椒 就这样拿来这么吃 就很好吃 很好吃 它容易种 嗓得很快 而且一年可以生好几波 意思是说你一次栽过了以后它会再生 至少三波以上 要是说一年可以生这么多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假如你们要自己种田椒的话 而且它个子是小小 不晓得你们有看过 是小小的 也很可爱啦 说起来很可爱 颜色它刚开始是绿色的 当然它刚长出来的是绿色的 大部分辣椒都是这个 田椒也是 刚长出来的是绿色的 然后它会变黄色 就是说它在成熟的过程 它变黄色 然后更成熟的时候 变成橘红色 等到完全成熟是红色的 很红很亮的红色 看起来 我说很可爱 很好吃的样子 所以就是说 这种辣椒它有三个过程 红色的就可以开始吃 但没有那么甜 我三种都试过 等到变橘红 好吃一点 变红色最甜 这个时候 不过有时候你在外面买的 没有paper 它就不一定说有黄色 就比较那么不甜 橘红的更甜 红色最甜 没有 不一定 那时候那就是看它的品种 我只是特别讲的是基布赛甜椒 它有这个特色 颜色不同的阶段 甜度也不一样 甜椒为什么会甜 因为它辣的一个基因被拿掉了 因为这是人工培养出来的 天然的 就是说原生的辣椒差不多有二十种 二十多种 就是说南美原产的辣椒有差不多二十多种 对不起 时间到你给我提一下 那这二十种 二十几种 都是会辣的辣椒 全部是辣的 只是说有些比较辣 比较不辣 那它的风味 有点比较好吃 有点比较不好吃 但一个重要一点就是说 它都没有毒性 所有的野生原生的辣椒都没有毒性 都可以吃的 所以你不必烦恼说 我种了这个辣椒有没有毒啊 能不能吃啊 然后没有问题 它全部是可以吃的 只是说风味不好 或者风味比较好 所以 那个 所谓美洲原住民 他们大概九千年前 就开始采用这些原生的辣椒来调味 真的他们是就开始了 九千年前 你看多久 等到差不多五千年前 他们开始人工培养种植 就是说选比较好吃的啦 他们才种 像我们一样啊 所以这一棵生的比较好 我们就把种子留下来 或者说把它结枝 种到产生下一代 因为它这个品种比较好 那这个比较不好 我们就不种了 明年就不种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人工最开始 现在基因改良是另一回事 从前都是经过这种方式 慢慢试验 慢慢选择 然后用人工那个交配 就是用传统的方法 培养出最好 最好吃的品种 所以这些东西呢 从五千年前 就是说这些美洲原住民 五千年前就开始做这种人工的培养 那他们选择的里面就只有五种 拿出来做这种人工培养 就是说我刚刚说 原来有二十几种嘛 就他们只选出五种 这五种可以说 可以吃的啦 好吃的啦 其他我们不要 其他他们都没有做这种培养 所以我们现在 差不多两千种 人工培养出来的辣椒 或者填椒 都是这么来的 现在很少你说 你也要去找一个成种的 纯种的 就是原来的那种 也不容易 除非说 像我说墨西哥大学 他们有专门一个叫做 Hunt Paper Institute 他们专门在处理这件事情 不然你找不到原生的 因为大部分你看到 都是人工培养出来的 培养的品种 所以这个培养的过程 有一个基因被拿掉了 所以辣了 辣椒要变成田椒 那田椒大概就是说 第二次大战前后才开始培养出来的 所以从前也是没有的 不是说这个也是几百年 几千年前 几十年而已 第二次大战前后才有嘛 所以田椒那时候才有 但是因为普遍美国人不吃辣的 所以美国人种植田椒的面积 差不多种辣椒的四五倍 就是种植的面积差这么多 所以你在supermarket看到 都是大部分是田椒 辣椒的原因就是说 有一些墨西哥人 中方人 这些有些人比较喜欢吃辣椒的 所以现在普通的那个supermarket 都会看到辣椒 当然也是这个原因 但主要是田椒 那田椒我们讲的 Bell paper 它的辣度 我刚刚讲说辣度 那个魔鬼胶有一百万嘛 它的辣度是零 ZERO 真的是没有辣度 这种培养出来的 Bell paper 是这样的 那你在街上 在市上看都是绿色的 为什么是绿色的 因为他们一开始成熟是绿色的 那时候他们就把它摘下来了 原因就是说他们都要运送 刚刚摘过以后 他们要整理装箱 还要运 当然这里本地也生产了 但是本地没有生产 就是说我们东岸啊 不多啊 或者是冬天没有啊 所以就要从这边送过去 你看要送多久 所以他必须 都要找几个礼拜 一、二个礼拜 就把那个青椒采收下来 所以那都是绿的 假如你要等到变黄、变红 当然也可以啊 但是他因为太熟了 以后就不能送那么远 容易腐烂掉 所以比较少 那是说以青椒那种来讲 当然现在有一些培养 他故意培养出来 他等到黄的、红的才会成熟 那时候才采的 也有 所以那个普遍 所以我们普遍来看 红的、黄的都比较贵一点 你在市场市场看都知道 是比较贵一点 因为原因就是 一个你要等到它比较成熟 或者它是比较特别的品种 特别人工培养过的 好 那再来我看 时间的原因 我不能讲太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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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提点 就是说刚刚讲的 看办法时间不过 我讲的说过去什么 胡椒 那个肉贵很贵 所以我稍微提一下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香料 因为过去最先的香料 要干什么用的 因为过去没有冰箱嘛 过去没有冰箱啊 也不会 那时候还没有发明罐头 哇 那怎么办 有些东西你过两天就烂掉腐败 尤其肉类 鱼类之类 根本放太久 所以唯一的方法 就用这种香料来做preserve 把它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 当然可以送圆一点 或者放久一点 而且比较好 味道比较好 是不是 你加到香料的目的就是 要把它增加这种风味 你在做菜 加点什么 哪种香料 你喜欢哪种香料 都加点香料 所以过去很少的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香料都不能出产在南洋的香料群岛 马六甲群岛那里 那最先那个肉桂 就在那附近出来 也比如是西兰 你们听过西兰肉桂吗 那是最好的 我所知道最好的肉桂 原因就是另一种 叫做中国肉桂 也是很普遍 那个就是在虚伯市 你看到都是这种 它名字是中国肉桂 不是既有中国出产 就是它的名字是这样 肉桂从前那个 埃及人做木乃伊 他们都拿来做 算是preservative 因为它有分裂在里面 香味以外 它还有这种杀菌的作用 所以肉桂他们认为说是 适合帝王享用的一种香料 所以很贵 因为来源也不容易 然后最特别的原因就是说 是阿拉伯人把肉桂介绍给欧洲人 那时候因为还没有美洲嘛 就亚洲跟欧洲 所以阿拉伯人就把肉桂从亚洲带去欧洲卖 所以我们知道有个思路有没有 有一条路叫做香料路 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为了运送香料 特别有一条路 不是每个人都走那条路 不过就是说也是因为这样形成一条路 特别叫做Spice Road 有这么一条路 是这个原因 那个也是 那时候主要是陆路 没有海路 各地部才会用航海去找 那是还没有的时候 然后这些阿拉伯人 他们也是很奸诈 因为他为了要赚钱嘛 他们就说 哇 这个肉桂是怎么来的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要卖这么贵 跟黄金一样贵 他说这个肉桂 是凤凰鸟 我们说的凤凰鸟 做植巢用的 他用了肉桂来做巢 而且凤凰鸟很大 它住在很高的山崖上 那他生了那个小凤凰鸟 当然要喂凤凰鸟 都要喂小鸟啊 喂小鸟都要喂肉啊 他吃肉的 那人要去 想要把那个潮的肉桂拿下来 当然没有办法 你不敢上去 你自己能变成凤凰鸟的食物去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编这个故事出来 他就说 哦 方老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宰牛宰羊很大的肉块 放在那个山崖附近 让凤凰鸟把它叼上去它的槽上面 那很重 也很重嘛 一放下去 压下去 把那个鸟槽压坏了一小部分 所以肉桂就掉下来了 然后它们赶快去剪 你剪也很危险 被凤凰鸟看见 就把你抓去吃掉了 所以我要卖这么贵是这个原因 事实上当然不是嘛 你们知道是肉桂是肉桂树的皮剥下来做的 我想你们都清楚这一点 那西南肉桂那种品种 它的树皮比较薄 所以只要你注意看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特别注意 它卷的方式不一样 它是一圈圈卷到底 那我刚刚讲那个品种中国肉桂 它是两边往内卷 一半一半这样 像往内卷 那个比较厚 硬硬的比较厚 那以品质来讲 当时西南肉桂好多 因为那是原来的 那个荷兰人占了西南以后 就强迫他们 每年多要交多少肉桂给荷兰 所以荷兰的印度公司最赚钱 也是靠这个肉桂赚的 因为很贵可以卖很贵嘛 他一船的肉桂就可以付所有的开支 就是整个船队人员全部的开支当 还要赚很多钱 是这个原因 那这个肉桂的品质 我刚刚说西南的好 除了说味道好以外 中国肉桂有一点毒性 当然不是很严重啦 你吃了不会死掉啦 但对身体不太好 说真的 所以那种 你在虚伯市场买到那种中国肉桂 我个人的意见不要吃太多 因为对于它有点毒性 这是我在几个月前提到那个粉红胡椒 胡椒本来有红胡椒 那最普通是黑胡椒、白胡椒、青胡椒、红胡椒嘛 还有一种叫粉红胡椒 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我想完就好 这粉红胡椒是一种树 一种叫做辣椒树的果实去做的 它是粉红色的 但它不是真正的胡椒 胡椒是藤嘛 藤子长出来的 那这种粉红胡椒是有点毒性 所以我也不赞成吃那个 虽然说不会让你死掉 但是US的FDA 并不给予食品的认证 你吃你自己负责 它不会跟你说 这个吃了不会怎么样 跟你一样 就是说中国肉费可以吃 OK 好 我大概讲到这里 施生的关系 对不起 谁跟台一台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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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